记者王寒平台南报道,台南市东山区南市里供水盐管工程完工,今日举行通水典礼,当地虽仅有200户,但希望能透过解决山区用水不变问题,促进山区观光发展。 通水典礼由南市副市长吴宗蓉,议长赖美惠,经济发展局长英氏西,水利署南水局长黄世韦等各界人士主持,从102年起分歧推动建造自北辽第三家压站至福佑工地区的自来水管线,总计铺设长度超过14000公尺,最后一段即为东山区南市里大洋至冷水坑岩管工程。 自来水公司第六区管理处表示,除向中央单位争取经费外,不足部分有水公司及福佑工负担,并与地方协调公司有用地,才使得浩大的供水工程得以完工。 沿175线公路铺设自来水管线,陆续完成北辽至离子源供水盐管工程。 沿175线离子源至福佑工工水管线工程,福佑工一带工水管线工程,近期在完成东山区南市里大洋至冷水坑岩管工程。 四项工程总计埋设口径100厘米严禁柱铁管8000多公尺,208厘米严禁柱铁管5000多公尺,总长度达14000多公尺,总经费超过6800万元。 水公司第六区管理处处长李丁来表示,因东山区南市里卫处偏远山区住户分布零散被辽至福佑工地区通水后现阶段受益户属虽,只有200户但渴望提高邻近居民申请接税意愿。 他指出,目前台南市大约仍有6000多户没有自来水服务,后续仍希望透过政府推动全瞻基础建设计划及矿机关合作,加强推动无自来水地区的供水计划,让弱势地区的居民都有干净卫生的自来水可以饮用。 人类区